来,老师,再来看一下谢德龙 他要跟你请教,就是说萨奇多 除了说用在开火时来使用 平时你来说 在果树上是不是可以用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东西有的人是 我们用起来就是说 在我们实际的一个应用 它就是一个叫做 为什么用这个名字 它就是Sytokinin 所以我们把它翻过来 这个名字是一个天然 这种Sytokinin是天然的 这个细胞分类素 这对来其实也是一个独特的 这种制成为海藻的这种提炼 所以天然细胞分类素 它对着这部本身的行动 确实也是有帮助 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你知道吗 平常要好好顺顺就好了 不要再太贵 这些我个人的看法都是 但是在当中的盘点的时候 那不是我们说 很贵的这个问题 你不要用 感觉就很容易 这个核心 我们说的核心结果 微结果的部分 比如说现在当中的含量 你如果做冰冷做炸 那你就可以用 这种天然四百分类素 萨其多Sytokinin 你把它搭 那效果就很好了 这和这个 前面的绿藻 他们两个差不多 只是说 他们 因为这个不一样 就是藻类来源不一样 所以可能里面有一些内成分 多多少少 有一点吗 这天然的东西 没法度是有同样的 比如说像我们在吃红花 藏红花就是翻红花 是怎么藏红花跟西班牙的翻红花 在药用上没什么样的 那人在中一书一看 他就知道这不是 这西班牙的 这西班牙的翻红花 这不是藏红花 这个核心不一样 你看那点点而已 他也知道 那核心有一点不一样 人们基本上都是同样 所以自然的这些东西 他可能有一点的差异 所以我们一般通常就是说 开花的时候 那么他可以有一个抵抗 因为我们 做文在 这个西班牙的树 通常就是果树在成长 那个隔壁 并说让他凋割 那时候 他的产生 比如说因为隔温 因为这个太阳 太阳 太阳 太淡 这种恶劣环境 他的三星这个里程 就是自然的脱落 那是台主人的现象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样会减轻 那这样也不算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噴一下 让他尽量不要落得多 这是我们 不要说你不要欲白 落最没 让我看要怎么落 这是我们要求的目的目标 目标是这样 因为这种的关系 所以 我们在这家家就是说 可以 把他做一个了解 所以 这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 我们在这家家在用 他效果也特别的好 平常你要用才可以 才能说你 那些效果不大 你用一点这个东西 配合一些肥料 他细胞分类数 但是你不能太慢 因为所谓细胞分类数 是不是增加细胞的数量 你要想万用 他的肥料就差不多都固定了 再来就已经 从继续长大了 他效果就没问题 好 那么 在平常 如果是有点这种 因为 比如说 这个肥料比较严重 还是怎么样 你要让他 可以让他生机更旺盛 还是说这样 你可以来用这个东西 大体上是这样的 这个应患 平常我们通常就是 很多这些东西 我们当然用在关键的节点上 这个所在 那个点 我们把它移动 我们要爱 达到好个 这就是 这些生物刺激剂 我们在应用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这个 这个重点 所以在这里等我 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参考 嗯哼